烏克蘭在南部的赫爾松地區 反攻取得進展 俄羅斯國防部長在當地時間九號 是下令俄軍撤出地孽薄荷西岸 在東岸建立新防線 理由是已無法確保當地俄軍補給 赫爾松是俄羅斯在二月入侵烏克蘭以來 唯一佔領的州首府 從此程撤退意味 涅伯和西岸俄軍將全數撤離 對俄軍堪稱重大打擊 不過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 也強調 赫爾松在升起烏克蘭國旗之前 談論俄羅斯撤軍是沒有意義 烏克蘭會按計畫展開工作